本篇向大家介绍的是少林寺著名环俗武僧毛永汉 当你看到这隐重千军全洁骁勇的一朝一路的功夫时 你能相信他是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吗 从永汉的功夫中你可以欣赏到少林武功的绝妙高纪 你可以领略到少林武功的深奥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毛永汉从六岁起因家贫迈入少林寺 被行朝和尚输为地图 赐法名是永汉 五年学成炮强功重称飞毛腿 后又学会红拳 奥拳 通壁拳和奇眉棍 哨子棍 单刀 双刀 就地十八滚等 这些功夫是用心血用汗水炼成的 几度春秋 几度寒霜 历尽出家人艰辛之苦 才步入五僧之林 少林功夫是少林拳术 散打 硬气功 内气功 和清宗的总称 其中少林拳以拳打一条线 拳打卧牛之地 以及战如钉 坐如钟 头如猴 身如龙 布如鸡 洞如风等特点 独具少林一格 永汉对少林拳术中的小红拳和大红拳的套路十分精通 现在永汉打的是炮拳 这是少林寺的看家拳和护身拳 此拳打人不见形 践形不为能 出手如放箭 回手如火烧 发音如雷响 阵脚如山倒 作词 阳脚如山倒 在各种套路的少林功夫中 毛永汉最擅长的是扛庄工和梅花庄工 永汉以铁一般的绑壁撞击大树 震的树叶纷纷落下 还能扛断大木桩 揭掉后树皮 功夫十分到家 在高一米半的梅花庄上 永汉如走平地 他拿坚定的腰板 灵活的空中脚步 以及快速多变的拳法 显现出少林英雄的威武风姿 猴棍是少林功夫中的一个象形套路 他模仿猴子灵活多变的动作 打出强劲有力的棍弓 春秋大刀是少林寺流传已久的精华套路之一 刀重五十斤 是锻炼致力锻炼身法灵活的主要兵器 因练此兵器体力消耗大 一在春秋季节演练为好 顾名为春秋大刀 在少林寺山门外 毛永汉表演了滚汤双刀 此功夫用于战场被围困之时 永汉苦心教练 愿意学会多种套路 颜世出高徒 在永汉老师的新传身教下 徒弟的红拳 丹刀 九节鞭等 都达到了娴熟的程度 看着徒子的长进 永汉心里非常高兴 喜少林功夫后继友人 这月牙铲又叫方便铲 是出家人的随身工具 既可挑弹 意外时又能成为一种顺心应手的兵器 这件兵器叫斧头双钩 又与短兵相接 功出于勤 功出于苦 六时春秋 毛永汉把整个身心 致力于少林武功 所以才能全面的 深透的精通 少林功夫的各种套路